民進黨的這兩年來的許許多多的作為 真的是令人很心寒 就是說當兩岸在制度上面的競爭 台灣我們非常有自信的 而且我們非常喜歡 我們所熟悉的生活方式 就是自由的民主的開放的 那我們也深信 這樣子的一個生活方式 恐怕連大陸同胞都很羨慕 也希望大陸有一天可以像台灣一樣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實實的去講 中國大陸是怎麼樣獨裁 司法不獨立 沒有言論自由等等 可是當民進黨一上台 我就發現民進黨的人 不管是在面對國內的政局 或在面對對岸 我認為民進黨對民主自由法治 根本一點信心都沒有 所以民進黨不會覺得說 我們就是要證明給大家看 國民黨的時代 他們根本不懂什麼叫做民主自由法治 民進黨做給你們看 中國大陸的人 他們也不知道什麼叫民主自由法治 等到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你們就知道 不只是全世界的華人 全世界都會喜歡台灣 可是民進黨不是這樣 我這樣講不是應該比較正常的態度嗎 結果民進黨不是這樣 民進黨開始打擊異己 民進黨開始東廠文化盛行 民進黨開始兩套標準 包括我剛說的 不管是司法也好 不管是施政政策也好 甚至於乃至於他們的言論也好 就開始兩套標準了 然後開始打壓自己的人 讓我覺得就說 然後開始告訴我們說 台灣其實有很多的匪諜 結果抓了兩年 也沒抓到兩個 現在又開始連台灣的記者 跑去中國大陸跑新聞之後 我們就不相信他了 台灣太失敗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的政府 也打壓大陸駐台的記者 因為大陸來台灣了之後 也沒有喜歡台灣 還是喜歡大陸 台灣去了大陸之後 也沒有喜歡台灣 也喜歡大陸 台灣實在是有夠失敗的 跟我們想的完全不一樣 不是嗎 我們應該是說 大家來了以後都好喜歡台灣 都覺得說應該像台灣這樣才對 民進黨政府多好 如果共產黨能夠像民進黨 一半一樣就好了 結果不是 自甘墮落 沒有信心 所以他的這個兩套標準 而且你看民進黨講話 他現在講很多兩岸關係的話 我說實在的 我覺得民進黨才是真正 忠贈不二 鐵桿不二的 蔣介石的信徒 他們現在還在那個 捍衛中正紀念堂 捍賊不兩立有沒有 然後講到老共 就是我們四處都是匪諜 絕對不可以被中共給騙了 我們一定要怎麼樣 我都覺得他們那時候 我不曉得50年前 40年前 民進黨根本就是蔣介石的信徒 即便台灣已經民主化了 即便冷戰已經結束了 即便大陸已經改革開放了 他們都覺得這些都是騙局 我們還是要回到50年前 所以這就是我對民進黨 非常心寒 非常不能夠接受 民進黨用言語暴力 用思想上面的法西斯 然後乃至於拿到國家機器的這個 權力之後無視自由民主法治 真正的精髓跟精神 懷疑自己人 打壓自己人 這叫做鬧笑話 這是鬧笑話鬧到對岸去 甚至於我們在台灣的人 我們都看不下去 那現在邱垂政跟陳明通 跟剛剛那個余天差不多 孫啊 我再講一次就是孫啊 余天喔 你有本事你就自己去找郝龍斌單挑 郝龍斌現在在台北 他不是說隨便路上都可以堵到他嗎 對不對 郝龍斌有離余天很遙遠嗎 有找不到嗎 余天你趕快去找他 沒有啦 這孫啊 我叫人 為什麼要叫人 你在哪裡 你要躲去哪裡 這兩個也是一樣 就會推得乾乾淨淨的 所以這些人是怎樣 見到鬼了 那是誰打電話去給他們的 為什麼錄好了節目不能夠播出來 要叫那個文教處的處長出來 他們都點名這個人 就是他 你就把他找來問就好了 很好 主委跟發言人就出來講 就說文教處處長 他們拿著雞毛當令箭 根本就沒有這回事情 不應該這樣子做 你要去查清楚 你不會說我不知道 不知道是你下面主管的人 負責去搞的事情 不能說一句我不知道 你又不是路人講 你又不是明嘴評論 你要去查清楚有沒有這件事情 他應該要下一句就是說 我不清楚 不可能有這個事情 如果今天陸委會做這事情 我一定會徹查 我一定會要求 我一定會給你們大家一個交代 他在新春記者會這樣 公開質疑你主委 那表示記者是公憤的 你能夠不太多 這算什麼東西 鐵盆收起就好 你怕滾邊 你怕滾邊 氣憤填飲 你頂音都不是在這裡 好 我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是表示一個冰山的一角而已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最大的麻煩 就是國安單位 他處理兩岸失誤 尤其是北京當局的事情 他們就是愁人 就敵人 敵人也沒有關係 你坦白也沒有關係 就好像他講的每一句話 你一定要回應 而且回應要用 從最仇恨的角度去講 像陳明通 對習近平1月2號講的 告台灣同胞書裡頭 他說那是騙局 那個是謊言 我覺得習近平沒有騙你 習近平很坦白 習近平講一中原則 然後同意以後 我要怎麼處理你 我這個一國兩制 台灣兩制要怎麼做 我覺得他很坦白 他把他講的就是主張跟策略 你可以講說 習總書記 你的意思我們聽到了 我們也可以理解你的立場 但是以我現在國內 台灣島內 不要講國內 講國內他會生氣 你說我們台灣島內 目前的政情 恐怕沒有辦法達到你的目的 因為能夠得到選票的 他恐怕不會去跟你談判 願意跟你談判的 恐怕連票都沒有 國會的席次 恐怕連議席都沒有 所以這個路還很遠 那我們一起努力 這樣講不是很好聽 他怕有人會拿斧頭 來找他算 不會 你就說得水虧就對了 親自的 我覺得兩岸光是要談 我們將來怎麼和談 我們將來怎麼和平談判 怎麼做下來 光是那個我認為起碼 如果你表態說可以 我們來談這個的話 我想起碼要談20年 你知道嗎 真正進入實質談判以前 光是程序談判 恐怕要談20年 你看版面電怎麼談的 你看日內瓦怎麼談的 你跟老共就是要磨你知道嗎 就是磨的目的在哪裡 我不會走 你不用緊張 我不會 你心目中最怕的 最討厭的那個事情 我不會做 大概就是這個 但是國民黨現在有一個問題 我大概昨天前天 我聽到孫大謙 坐在這裡講那個 他竟然公為柯文哲的強盜說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公為柯文哲的強盜說 大概孫大謙還有趙春山 以外大概沒有 我覺得藍的綠的都說可笑 不能不累 怎麼美國變銀行了 怎麼老公變警察了 我們變成去講強盜 我們要買通櫃檯人員 我們也要把那個警察 然後把錢到手 跑掉 我覺得不要講那麼複雜 有人還替他開脫 老公那邊有人到我的網站 來替他開脫 他說他不是這個意思 他就說你兩邊都要顧著 不是說跟他要衝進去 人家的錢 經濟不能站在那裡 這樣的話很簡單 這個馬英九講過 馬英九不是清美河中有日嗎 清美河中講的不是比強盜說還好嗎 對不對 有人講說 我們要維持等距對不對 對 中美要等距不是這樣嗎 還有人講得更臭小 每一半都聽說我們要學杜特地 我覺得我們要學杜特地 要比強盜說來得好 他胡說八道亂講一通 我們竟然像孫大謙 這個沒有長不大的 現在他很慌你知道嗎 他一天到晚話又多 又沒有自信 又恐慌 又講國民黨完了 現在孫大謙這樣 我們會不會跑題跑太遠了一點 不 這個重要 我要回來是不是 我要先救國民黨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講 完了完了 現在孫大謙這樣講 國民黨被邊緣化了 國民黨要表態 表什麼態 你真的笨死了 以後他講這個 我有注意到你趕快轉移題目 我有注意到 你比他聰明多了 但是陳明通這個事情 他還要下來跟韓國瑜講 要做生意 貨要出去 我們中央跟地方來磨一下 我認為民進黨政府 處理兩岸事務最大的毛病 就是不曉得對方這個人 這個你的對手的本質 而你不曉得如何去跟他周旋 這點如果做不到 我覺得兩岸就僵住了 兩岸僵住了 台灣就沒有前途了 你不做強盜也好 你做什麼都好 你就做不來 所以真的像這種 你看那個漢生 漢生是藍的對不對 漢生一向很藍 我不曉得他最近不藍的 還是怎麼樣 漢生做節目的這個漢生 漢生是軍方的 現在政府 是國防部的 但是是藍的 不藍不會叫漢生 他是國防部的 國防部 禁護委 你看他都承認有這麼一件事情 陳明通跟他發言人 都否認有這件事情 所以Somewhere in between 有人做了這件事情 你回去就查一查 然後對社會有一個交代 不就結了嗎 多謝 還 Getting 得上 Lun Sang 索 交代